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听音乐 聊聊八卦 没什么事是解决不了的 欢迎来到AM1450美国中文电台收听娱乐秀节目 我是小芳 又来到了每天下午的五点 我来秀娱乐了 欢迎收听 我是小芳 今天节目首先还是关注一些明星的日常展示 这边演员许佳琪 发布了她的一些活动造型图 身穿不规则的甜裤风的牛仔连衣裙 然后戴了一顶牛仔风的帽子 显着又甜又酷的感觉 还有董璇晒出应该是暑假期间带着女儿小酒窝到韩国去游玩的照片 好多照片里面小酒窝对着镜头微笑 拿着卡通的玩偶 显得非常的俏皮 还有网友最近晒出在西藏的布达拉宫 偶遇到董卿带着儿子的游玩照 从照片中看到董卿穿着非常的随意 一件衬衫 头戴渔夫帽遮阳 还里面有一件白色T恤 总之非常的低调 一旁的儿子身穿黑色长袖T恤 也带了一顶遮阳帽 暑假的西藏 像拉萨这些地方 虽然温度没那么高 但是阳光那真的是相当的刺眼 高原的这个阳光很厉害 另外五月份的时候 董卿也是到北京和老友张泽群 朱军还有周涛等聚会 晒出了照片 也勾起了不少网友的回忆纱 而最近有媒体爆料说 歌手黄子涛 把他的女朋友徐一阳的名字 加生日的日子 还再加上小名这一串 字符就是拼音啊 还是数字什么的 闻在了他的肩膀的后肩这个位置 还把他和徐一阳的CG人像 闻在了后脖颈的位置 所以以后上节目恐怕 这些地方都会贴上膏药了 而之前黄子涛也说过 要把一辈子都不会后悔的东西 闻在身上 天哪能保证吗 而最近黄子涛守孝三年 再公开恋情以及求婚成功的消息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黄子涛的父亲据了解去世之后 黄子涛选择守孝三年 也就是在三年期间 不公布任何的喜事 直到守孝期满 也就是2020年9月 他的父亲病逝 守孝期满之后 黄子涛才开始准备公开 他的恋情和婚事 那之后我们就知道了 非常精心地策划了求婚仪式 还布置了求婚的现场 邀请徐志胜 纳英等好友一同见证 这一重要时刻 还专门挑了一个日子 不得不说 这一系列的举动 也展示了他对家庭的责任感 以及对女方徐异扬的用心 而这边悲伤的消息传出 是来自牛姐 玛利亚凯利这位歌手 昨天她透露的说 她的母亲和姐姐 在上周末同一天去世 牛姐在声明中说 上周末我失去了母亲 我的心都碎了 更悲惨的是 我的姐姐也在同一天 失去了生命 而我很幸运 能够在妈妈去世前 和她共度最后一周 感谢大家的爱 以及在这段艰难时期 对我隐私的尊重和支持 据人物杂志报道 玛利亚凯利和她的母亲 以及姐姐的关系 比较复杂 牛姐曾经在2020年出版的 自传里面 是这样描述 她和母亲的关系 骄傲 痛苦 羞耻 感激 嫉妒 钦佩和失望的刺痛绳索 但尽管如此 牛姐还是尽最大的努力 维护和母亲的关系 另外在书中她也写到 和姐姐爱丽森的关系 也是很脆弱 书中她是这样表述的 当时对我来说 不与她或哥哥摩根 有任何接触 无论是情感上 还是身体上 都是更安全的 而艾利森 就是她的姐姐 还曾经起诉过牛姐 指控牛姐在自传中诽谤她 就是说的不是真实的她 而玛利亚凯利的母亲 也曾经是纽约城市歌剧院的首席 也唱家 在玛利亚三岁的时候 她的父母离婚 而父亲对她的童年生活 几乎没有太多的参与 但是在2002年 牛姐的父亲患癌症而去世 她还创作了一首歌曲 给父亲的向日葵 并且收录在她的专辑当中 不过实话实说 在亲人当中的这种爱与恨 真的是有时候说不清道不明 就是很复杂的一种存在吧 娱乐秀继续来秀一秀 这边音乐圈真是不安分呢 上个周末 乐华公司举办了周年演唱会 旗下的王一博 作为台柱子 当然就参与了表演 结果是线上线下都闹出了不小的风波 先是线下就是现场 疑似有粉丝当场打架 聚众在那辱骂肖战 线上还有人造谣 说现场有人持刀伤人了 最后闹得警方全都来了 哎呦 粉丝爆料说演唱会当天发生了非常恶劣的打架事件 还有人晒出现场的照片 秩序一片混乱 然后也有人倒在地上 据说是演唱会当天场外聚集了大量的粉丝 然后有网友就质问这种行为是否合法合规 并且提问粉丝这种行为公司是否进行过报备呢 而目前王一博和乐华的评论区早就被沦陷了 不少的人也要求王一博能够出面正向的引导一下粉丝 管理一下粉丝 并且能够给无辜被网爆被骂的人道个歉 也要求王一博对粉丝疑似咋架的事情能够做一下回应 那么乱糟糟的情况 不要躲在后面沉默 而这种偶像师生的行为也令不少人感到失望 很多人也在呼吁那就警方出面吧 严查严惩 杜绝饭圈乱象的行为 避免造成更多不良意 这个所谓的饭圈真的是要好好地管理一下了 而继内地的乐团回春丹 因为去中国台湾被台湾的音乐方取消演出之后 最近又有一位内地的歌手遭到了台湾官方的封杀 内地的嘻哈歌手就是rapper王以泰 最近是官宣将到中国台湾去开演唱会 然后呢因为一句中国台北的宣传话语遭到了抵制 其实王以泰在中国台湾举行演唱会的时间是9月 然后采取的是先卖票后申请的模式 结果现在显示门票都已经基本上卖完了 然后他的宣传词语是中国台北 那也是7月份当时公开卖票的时候就全网公布了 就是他有一个牌子 好像有点像是火车 从北京驶往中国台北 结果台湾官方最近以辱台宣传违反规定 拒绝了他的赴台申请 不给你签证 那你就不能来台湾 你不能来台湾 你就不能开演唱会了 对不对 不少内地的网友对这番操作 纷纷开启嘲讽模式 怒骂什么敏感激 就是说太敏感了 其实中国台北我觉得不用这么敏感吧 因为在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上 台湾运动员出场的时候 那个衣服上面就写了Chinese台北 直译的话不就是中国台北吗 官方都可以这样称谓 为什么这个宣传上面不可以 而这边我喜欢的一位rapper 派克特又惹上了麻烦 26号晚间知名的游戏 恋雨深空发布声明称 歌手派克特在8月26号 在其个人微博账号上发布了一首歌 内容包含了视频和文字两部分 视频的画面全部是来自于游戏 恋雨深空的画面 然后配以说唱音乐和对应的歌词的中文字幕 而歌词里面多次有用到 无良游戏 明目张胆 毒害下一代等贬损性 侮辱性用语 声称游戏的年龄审核机制 形同虚设 而目前改微博的播放量超过344万次 评论14.1万条 转发3.5万次 点赞166万次 我司已就相关事实进行证据收集和取证 恋雨深空表示 取证已完成侵权 无论是对游戏 对角色 对玩家都绝不容忍 绝不接受 严正声明如下 我们将会追究到底 法庭见 不过场外 第一个支持派克特的人也跳出来了 那就是乐评人梁元 他说派克特这次 diss 恋雨深空 做得特别对 因为rapper 就是应该有社会责任感 只骂一句什么 是轻的 他说要起诉 以游的粉丝 还要号召家长们去打 12345举报 整顿一下以游 以游 这也是我刚刚接触到的一个新词 甲乙丙丁的以 游戏的游 以游就是指 以女相游戏 是一种专门为女性玩家设计的游戏类型 当然主要就是模拟恋爱来展开的 而这位rapper派克特 究竟是如何diss这个游戏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听听 他在歌里是怎么唱 肉贤 你们这些游戏常常是真一妈的坏 你们还真个迷雾张旦的组还下一代 信徒学生的年龄身后全是擦边和油腻 这还没成人的孩子玩成人的游戏 等着还有这些做父母的爱狗并不是 你的孩子在干嘛 你怎么都不得而知 缺少教育和评断真的无一例外 只剩下这一堂生活最后牛腹的你爱 都不许你们和我抢我的哥哥 他是我的老公我可不是随便说说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我的为所 但是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对我 没想不到的多了比如你总会长大 别回头看今天却还得说谎话 所以你有多失望你一个个被成全 我就有多想把你引我关爱未成年 I can fuc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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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活还未成年的理由 I can fuck you fuck you fuck you 我根本没有原谅你的理由 I can fuck you fuck you 有些活还未成年的理由 I can fuck you fuck you 我根本没有原谅你的理由 我是哥哥姐姐最疼爱的老妈 不是爸爸妈妈最乖巧的宝贝 你说别走过几云后忘了花朵 花着钱坐着屏幕后面没啥找事了 好好学习吧孩子别每天刷剧 想玩成人游戏你得先发育 都知其美了应该最在意 记住现在你还只是一个KID 可以养猫养狗以后养你一家了 父母养你不是让你手机养个鸭呢 说实话我不太理解你的这种怪异 能看见了当然不能选择当个瞎了 所以为了你们不再被毒害 说的话操力不操只能不吐不快 手机里的伴侣真的不太凶 清醒点吧孩子哪个不是爱情 I can fuck you fuck you fuck you 这些活还未成年的理由 I can fuck you fuck you fuck you 我根本没有原谅你的理由 I can fuck you fuck you fuck you 这些活还未成年的理由 I can fuck you fuck you fuck you 我根本没有原谅你的理由 你拿你妈的失明认证刷你爸的支付宝 给哥哥充着生活费自己连饭都吃不好 大半夜躲在房间不睡觉对着屏幕笑 除了游戏里的打情骂俏洒都听不到 讲台上老师在讲课你想着你的哥哥 父母在辛苦工作你想着你的哥哥 满脑子想着哥哥但你哥可不想你 你哥真看见你这B样八成理都不想理 学不学习没人管你玩游戏也没有错 未来全是选择题但你一道都没有做 我压根没想跟你讲理怕你嫌我道理多 你为你哥哥骂我妹我为我妹妹藏你哥 你选择活在幻想里是你的权利 哥哥光着身子抱着你是多么甜蜜 游戏里养个鸭子朋友圈里做个脸 躲在屏幕后边骂人宝贝你还错的远 I can fuck you fuck you fuck you 这些活还未成年的理由 I can fuc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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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没有原谅你的理由 I can fuc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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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活还未成年的理由 I can fuc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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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没有原谅你的理由 八卦天天有娱乐天天秀 圈里的事情倒不完 圈外的人们听不够 欢迎收听娱乐秀秀 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锁定我们的频率AM1450 美国中文电台娱乐继续秀 我是主持人小方 来关注一部即将上映的爱情片 这是由约翰·克劳利指导佛罗伦斯皮尤 安德鲁·加菲尔德所主演的儿级爱情电影《我们同在》 最近发布了一张新剧照 一家三口在餐厅品尝甜品 皮尤做出吃惊的表情 加菲则是一脸得逞的坏笑 女儿也是露出灿烂的笑容望向父母 而这幅温馨的画面 恰巧也是此前所曝光的预告片头 影片讲述前途无量的厨师阿尔玛 和刚刚离婚的托比亚斯 在一次意外的邂逅中相遇 之后坠入爱河 共同生活成为家人 随着孩子的出生 阿尔玛面临自己的健康危机 而托比亚斯则给予她支持和陪伴 直到一个令人难堪的真相 遭到揭露 两人的感情基础产生了动摇 最小姐拍摄此片的时候 安德鲁加菲尔德和弗洛伦斯皮尤 跟饰演她们女儿的一个 四岁的小演员叫Grace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据说拍完戏之后 小演员到现在还依旧称呼她们 Mommy Florence 还有Daddy Andrew 就有点像干爸干妈那种了 电影《我们同在》由A24出品发行 将在多伦多国际电影集上首映 10月11日开始在北美限定影院上映 而另一部年底将上映的A24出品的片子 是由哈里纳雷金编剧 并指导的情色惊悚片 《小心肝 baby girl》也发布了剧照 57岁的尼可基德曼和28岁的哈里斯迪金森 在泳池里缠绵 净显映 影片讲述的就是有权有势 控制欲举强的霸道女总裁罗密 和比她年轻又魅力十足的实习生 赛米尔所展开的一段危险且致命的 办公室禁忌之恋 有关剧情的更多细节 官方并没有展示 那这就是影片卖点嘛 这部片子《小心肝》 已经入位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将于12月20号在北美上映 娱乐秀最后来关注一部电影的续集的新动态 由鲍勃奥登科克所主演的动作电影《小人物》的续集《小人物2》 宣布开机了 并且公布了两张幕后照 其中一张就是这部片子的系列新导演和制片人大卫雷奇 以及主演编剧鲍勃奥登科克的合影 电影《小人物》讲述的是平凡生活的Hutch一家遭遇了小偷 但是主人公的懦弱引起了妻子和孩子的不满 为了恢复自己在家人中的形象 Hutch决定揭开自己的秘密过往 在枪林弹雨中拯救自己的家人 而据了解《小人物2》也将接续第一步继续讲述 有着黑暗过去的无名小族Hutch的故事 在这个世界上 人人都是无名小族 但深究细蛙 人人也都有可能有黑历史 但世界在变 你在变 他在变 我也在变 重要的是 此时的我们是怎样的 好啦 感谢关注娱乐秀节目 我是小芳 每天下午5点就在这里 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后面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哦 我们明天再会 See you - 乖羊头- 乖羊头- 买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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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说我们都是朋友 却想把你心头走 乖羊头- 乖羊头- 买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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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好多心里话能说 却用礼貌与问候 我是谁 你是谁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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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我是谁 我是谁 是你的谁 我是谁 我是谁 是你的谁 你是我的谁 没想到 没想到 你的一切我都想要 后悔一天我没强调 结果就是被绑票 没什么大的理由要逃避 没有 但是要考虑 换算感情的集合 朋友情人如何取舍 小心的打了你的肩灰 能读懂你的言语 第二天教课陪你看了午夜唱的电影 成熊到底 所以顺利成长送你回去 但到底该在哪里纠结应该怎么前进气氛到底 应不应该被轰破 窗户指引不应该被捅破 情书回到了我的背包 调整的配方和我的配料 才几回发掉的微笑我 暂时不要回报 我smell at me please repeat 累积 回忆你会be with me 没有缠迷油盐僵素 你还不用为我热音 不要让步 我能陪你感受朋友 才会感到的心酸 不是理所应当 但我帮你翻一半 操场下半路上 看了日落我放下了喜欢就要拥有的蜘蛛说明天 越个午饭不吃晚饭 今天不要等我晚安 你说 挂羊头 卖狗肉 表面说我们都是朋友 却想把你心头走挂羊头 挂羊头 挂羊肉 卖狗肉 明明好多心里话能说 却用礼貌与问候 我是谁 你是谁 我是谁 我是谁 你是谁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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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谁 我是谁 我是谁 是你的谁 你是我的谁 我 什么段用慢慢说 我来找你 什么就是慢慢说 我不想你 想要给你干干净 净的空气 我的情绪透明 你不会感到lonely Let me take you for a ride 超像家门外 你弟弟由你来定 崎岖山路我来看 永远不说要更多 比如只有我和你 爱上你朋友 别跟我客气 是我愿意心情做 但他说我们不合 要怎样才证明你 我去成足够独特 也许要当一泡蛋 我俩要哭口 你会为那句回眸 想听什么 Let me know Let me know Let me know 怎样你才会点头 直接答应我不灭 留活走我没理由 Let me know Let me know 请你解答我问题 该走你左边或背后 别让我只能够刮羊头 卖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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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说我们都是朋友 却想把你心头走刮羊头 卖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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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好多心里话能说 却用礼貌与问候 我是谁 你是谁 我是谁 我是谁 你是谁 我是谁 我是谁 是你的谁 我是谁 我是谁 是你的谁 你是我的谁 我的 谁